女司机为了自己好停车 干脆将车堵在小区出入口 业主给女子打去数百个挪车电话 结果女子毫不在意 更是持续了六天之久没有挪车 最终不出所料 车子被业主们齐心协力砸个稀巴烂 女子见状追回莫及 在街边窟的撕心裂肺 如今可以看到 这辆车看起来没买多久 挡风玻璃就被砸住个大洞 引擎盖上也堆满了垃圾 可以看得出 当时砸车的人火气十分旺盛 其中的一名小区业主表示 这辆车所停的地方 正是小区唯一的出入口 并且一停就是六天之久 很多业主本想趁着节假日 开车出去游善玩水 结果因为这辆车挡在了路中央 想要在不触碰它的情况下 驶出小区的话 那么就必须和路边的石头打交道 刷了好多车子已经 那个石头都刮坏了 所以因为它在这里 就是开出去的时候 很多人在这里刮痛了 对对 我看这个石头 就是这个边上吧 对 刮了这个地方吧 对对 刮了好多台 业主们车子被刮后心疼不已 气愤之余 给车主打去电话 可车主就像人间蒸发的一样 接连六天打了上百个电话 对方却始终不肯接听 再一次拨打过去 却还显示电话关机了 于是业主们为了除恶扬善 便联合在一起 将车子给砸烂 女子嫌弃找车位太麻烦 于是干脆将车停在小区 唯一出路口 之后便安心地去外地旅游了 等到六天后回来才发现 自己车子被砸的 连他妈都不认识了 女子气愤至极放下狠话 别让我找到砸车的人 否则非得讹得他 裤子都穿不上 可业主却称 女子车子被砸 纯属活该 难不成你不知道 你堵的是小区唯一出路口吗 他们六天给你打了上百个挪车电话 结果你却不接听 反而关机 这才导致业主情绪失控砸了车 每天出去不好出去吧 是的 大部分是本小区的人 都懂 你们约定组成的 这是一个流动投资 就是你再怎么停 还是可以过得去 小区业主连连诉苦 他们一直都遵守素质停车 可这名车主却没有道德 只要车子一天不挪走 就会多影响他们一天的生活 调解员为了解决死事 便想办法去联系上车主 这时细心的调解员发现 在车子牌照下 有4S店的联系电话 很有可能4S店 有这名车主的联系方式 而4S店也很配合 将车主电话给了调解员 你的车停在这个 长沙的恒大雅院小区 停了好多天了 然后现在被人砸了 因为堵的路口了 已经被人砸坏了 得知车子被砸后 对方表现得十分吃惊 他表示 这辆车是他妻子开的 对于为什么将车放在小区6天 他也一时间摸不清头脑 他会立刻联系妻子 去现场了解情况 不一会 一名身穿制服的女子赶了过来 上来就要求业主们赔偿自己 那么女子会如愿以偿吗 女子堵住小区出入口6天之久 期间业主们打去上百个电话 无人接听 惹了业主火冒三丈 抄起砖头 就将车子砸得稀巴烂 女车主见自己车子被砸 也是当即质问道 究竟是谁做出如此伤奸害理之事 而旁观者纷纷表示 是因为你的车堵住了小区大门 引起了小区业主的功愤 这才导致车子被砸 而女车主听后很不服气 自己堵住小区大门 应当由执法人员处置自己 而不是业主们说砸就能砸的 况且为何业主们 不给她打一个挪车电话呢 所以她一定要找到砸车人 让她付出应有的代价 而众人听后也是无奈摇头 当时业主们打了数百个电话 都没人接 如今女司机的做法 就是恶人先告状 此时女子才猛然想起 自己留下的罗车电话 早就更换了 事后旁观者的一番话 更是让女司机 一时间羞愧地低下头 一位女司机乱停车 导致过往车辆 都与路旁的石头 发生了刮蹭 这让被挂的车主十分气愤 女司机听后陷入沉默 最后决定 修车费由自己承担 丈夫也赶来了现场 将车给开走了 事情至此落下帷幕 那么对此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